在萬千千兵後有關列祝福山中 46對新郎慢慢驚入貴場 鎮定的東西也比新郎的分類作形 有人自己繼續表達愛情的道具 也有人在頭頭一次熟悉 出去出頭是買的母子 尚是專注注意的 要算是這對美女和亞洲的組合 尊重老婆的意見 老婆的意見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要撐托她的美 很貼近現實 因為她覺得我是野獸 所以妳覺得她是女生 我只是純粹想當美女而已 兩隻海豚然後送愛心還有鑽戒 然後代表是天作之河 一輩子就這麼一次過來參加 過來參加然後會有不一樣的回憶 還滿特別的 就他們印象滿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我們去年第一次一起去日本玩 自助旅行的時候買的紀念品 所以可以就是比較有紀念性 所以我們就帶來一起參加這樣 在大家的祝福之下有特別 感覺到很幸福 南道館今年多一團分類 再去在日外湯鄉山 尤其中心留著基班 分類由南道館代理館長 日外湯國家風景庫管理處處 處長中間建政婚 新人除了享受日外湯水落空分類的龍蠻衣瓜 要主辦和贊助單位提供豐富的禮品 讓參加的新人感受不一樣的分類 留下應聲難忘的回憶 今年是2014 所以我們叫做愛女儀式晴天之夜湯 總共有14個單位來提供 一些禮品 很讓我們這四十六對新人 可以用意愛河白索偕老 早生過子 就是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回憶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婚宰也是在這邊拍 然後也想說在這邊這樣子 就覺得還挺浪漫的 風景很漂亮 婚禮最高調 新人在眾人的祝福之下 九婉新婦 修禁九十九廟 鄉親愛情咕咕等等 主辦單位最后也選出國隊最佳造型新人 分別提到日外貪去五千元大飯店 所提供的味道特房住宿券 希望他們將近日後 在面我們愛一四人 接著王家姓蔡芳報道 九秒